台湾族的嘉蘭部落 位在大午山的南路 一直在太馬里西旁安居樂業 没想到一场巴巴风灾的大水 把部落许多人的财产 都冲进了太平洋 连祖先们留给后代的东西 也冲进大海 如今嘉蘭部落重新开始 祖先留下的宝物再也找不回来了 但祖先留给部落的智慧 却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重新制作 可以留给后代的宝物 嘉蘭部落的头目 宋玲美妹就教大家 从桃珠开始做起 宋玲美妹老师 她就跟我们讲说 我们的桃珠虽然冲到太平洋去了 可是我们头脑里面的桃珠 要把它拿回来这样的意思 然后我们就开始制作 宋玲美妹是我们这边的头目 所以她就先教我们一颗高贵蜘蛛 然后这高贵蜘蛛 为什么我一直问说 为什么要先做这个 她说这个代表头目的意思 尊敬她 从高贵蜘蛛开始 嘉蘭部落的妇女 把一颗又一颗带有不同意义的桃珠 制作出来 也一天又一天地把部落的气氛 从灾难的事意中拉拔出来 一颗又一颗美丽的桃珠 带来了祖先对部落子孙的祝福 这一条项链不是一颗珠 就可以做成一条项链 我们要整排 像说我听宋玲美妹老师就讲说 一颗珠珠得来不易这样子 她说今天有一个人送你高贵蜘蛛 就表示说他尊敬你 所以他就送你一颗 然后没多久 也许说你打猎回来了 然后你打到一只山猪 因为我们以前打山猪是一个勇士 英雄 然后他就送你一颗勇士蜘蛛 然后你就把它收起来 因为两颗珠又不能穿成一条项链 他就等 然后就跟一个很要好的女孩子 跟他约定 我们明年再见 因为他也许要出去工作 然后我们想说明年我们再约 什么时候见面 然后他就送他一个彩虹的约定 这个彩虹的约定 然后其实这一条项链 也许不是一年两年 他就做成一条 他就把它就是一些收集 收集了人家送给他 然后做成一条项链 桃珠带来祝福 也带来了希望 2010年4月 嘉兰部落在风雨中站了起来 成立白衣工坊 生产白衣桃珠 把部落的祝福借由桃珠 传递给需要被祝福的人们 还好我们就成立这个白衣工坊 让我们所有自己主线的支配 再重新把这些桃珠再做出来 所以我们才会成立白衣工坊 让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地方 还不会说还要出去找我们工作 成立这个白衣工坊 让他们安心地把一些配流传下去 我们的文化传续都在白衣工坊